- 首先底部是這樣的 真的很圓 我想認識我久以前的朋友就知道 我從來沒做過這麼圓的鞋子 - 即是沒有了嗎? - 還沒有 - 從開國到現在都沒有 - 還沒有 從開國到現在都沒有 - 這樣真的有一點點了 所以說行有 底部高度10mm高 意大利的硬硬爪 意大利的中低 - 這個底部的圓度 - 看到嗎? - 像一些匙羹一樣的 - 或者是Ba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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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nBanBan - 很圓的 - 圓的 - 好不好嗎? - 少見的 - 在我的角度裡面 - 在我的女孩角度裡面少見的 - 看看我做出來什麼樣子 - 我們這次用了這隻鞋子 - 混種羊腿 - 分別有 - 橫色 - 銀色 - 顏色很漂亮 - 不知道會不會是腸的顏色 - 顏色 - 藍色 - 接著之後 - 黑色 - 都帶了一些皮紋的 - 這樣就不接近了 - 接著之後這個 - 白色 - 重點 - 這五種顏色都是面料 - 內裡全都用了粉紅色羊皮 - 都很軟身的 - 內裡 - 我是變態的 - 因為做皮是有分面皮和里皮的 - 我是變態到 - 我是用面皮去做里皮的 -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? - 希望你聽得明白 - 好嗎? - 希望你聽得明白 - 行不行? - 都是這麼軟身的 - 羊皮 - 好的 - 一級的羊皮 - 去做內裡 - 好嗎? - 看不到的 - 這些也是看不到的 - 只是你的腳感受到而已 - 因為我經常覺得 - 若果內裡用到豬皮 - 或者豬皮當然不能去馬來西亞 - 豬皮或普通我們叫做內裡級別的羊皮的話 - 好像不夠舒服 - 用面料去做內裡的話 - 更加好的情況就是 - 其實外觀這些皮是被人看的 - 真正要碰到自己的肉就是內裡皮 - 那為何內裡皮不用好一點呢? - 這是我的出發點 - 就是這樣 - 哇 - 關於這隻鞋子就要拿出這個圈頭 - 這隻叫套圈鞋 - 怎樣做法呢? - 首先要塞鞋子面 - 鞋子面上 - 因為這款有些花紋 - 有些斜花紋 - 要塞少許棉在裡面 - 塞花紋 - 然後就塞底部 - 面是這樣的 - OK - 看不看到這裡的海綿在裡面嗎? - 看到的嗎? - 塞了一個V字紋的 - 外邦位置 - 有右身的 - 粗身的 - 右身的 - 粗身的 - 右身的 - 粗身的 - 記住 - 這個V字紋 - 全部都是手工 - 好了 - 這隻鞋子 - 我們不是買一些現繩皮 - 已經塞了紋回來 - 開 - OK - 是做好了一個鞋面 - 塞了一個鞋面出來之後 - 然後人手 - 全部人手 - 記住 - 你看這些位置就看到車工的功力 - 當然就 - 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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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行不行? - 全人手 - 車 - 好了 - Phoebe說 - 車得很工整 - 很老實說 - 你這樣去眨眼看所有東西 - 全部都工整 - 但我先表明 - 因為這個車法真的不簡單 - 由於它不是全部統一一個闊度 - 不是全部幼 - 也不是全部闊 - OK - 它會有少許落差 - 就是說 - 左右腳你不可能對到是一模一樣 - 又可能相差1mm左右 - 這個就是我的接受程度 - 如果你說左右腳拼在一起 - 你都要全部對到一模一樣 - Sorry - 理性消費請你去廣東道 - 廣東道那些它有足夠的資源 - 給你慢慢 - 我這裡不夠 - OK - 好 - 繼續 - 全人手 - 我不是戴頭盔 - 你放心收到貨你都會滿意的 - 除非完美主義者 - OK - 接著之後 - 上面有個蝴蝶結 - 基本上圓頭鞋我們都會加個圓蝴蝶結 - OK - 接著之後鎖上金屬扣 - 令到它有一個 - 貴的東西在這裡 - 如果沒有金屬扣的話 - 打個結的話就好像會變軸了一點 - 最後 - 怕蝴蝶結掉 - 因為它是裝飾的 - 我這裡按了兩行線 - 令到它不要散 - 好了 - 這隻鞋面大家要看它的底位 - 嘩 這麼複雜的 - 這麼複雜的 - 這隻叫套圈鞋 - 我們的做法就是將鞋面 - OK - 做了鞋面 - 穀了鞋子 - 和奈利皮 - 這個是奈利皮 - OK - 先套在一起 - 先套在一起 - 跟著再將鞋底這個回力墊的皮 - 回力墊的皮 - OK - 穀了海綿在這裡的 - 回力墊的皮 - 看這個位置也看到有多厚 - 先套在一起 - 當然這是尖頭圈 - 沒辦法套 - 再將它套上一個圈頭 - 整個貼罪都掉轉了 - 套上一個圈頭之後 - 再落底 - 背鞋 - 好不好 - 這些套圈鞋 - 都是這樣做的 - 這些叫巴雷舞鞋做法 - 一件過 - 套圈鞋 - 這樣做的 - 好不好 - 即是說 - 簡單一點 - 它的功夫 - 1.8倍 - 做一對正常的鞋子的手工 - 不算車線 - 正常的鞋子的手工 - 1.8倍 - 手工的支出 - 1.8倍的時間 - 行不行 - 很複雜 - 好了 - 看看鞋子的 - 剛才也鬆了一點給大家看 - 看看吧 - 圓頭鞋 - 手推 - 手推圓頭鞋 - 手推圓頭鞋 - 我特意做一個位置 - 留意一下波子骨可以 - 這個位置夠高的 - 這個位置 - 波子骨在這個位置 - 夠高的 - 包到波子骨 - 但是 - 手推圓頭鞋 - 淺扭盤 - 這個位置零射長 - 淺扭盤有甚麼好處呢 - 淺扭的圓頭鞋 - 可以令腳看上去長一點 - 也是那句話 -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腳出了 - 這個位置多了 - 可能假設多了1cm或5mm - 本身可能是1cm或5mm - 遮住了腳肉色的位置便多了 - 你的腳便衍生出來 - 看上去試骨感沒有那麼長 - 但是這隻你穿上去之後 - 腳會長一點的 - 行不行嗎? - 明白我說甚麼? - 不會很短腹的感覺 - 不會很短腹的感覺 - 看上去長一點 - 好嗎? - 轉一轉 - 手工的感覺 - 淺扭的 - 這個位置是淺扭的 - OK? - 腳趾很長的女士 - 有機會露腳趾難 - 明白我說甚麼嗎? - 即是像我老婆一樣 - 腳趾短的當然不會 - 妹妹標準的腳趾長度 - 不會 - 但腳趾長的女士 - 有機會這個位置露腳趾難 - OK? - 好了 - 看到這些車花 - 全人手車 - 不是機車 - 是做好鞋子的車 - 很難鞋子的 - 都可以看到貨壓 - 這個不用擔心 - 看到這些工整度 - 看到這些工整度 - 我不是硬硬硬硬硬硬 - 給你沒有斷線沒有什麼 - 是吧? - 沒有薄線 - OK? - 行不行? - 這是一隻 - 橫色 - 粉紅色下來 - 看看這個漸隔 - 剛才沒有看到 - 嘩! - 軟到 - 第二隻顏色 - 米白色 - OK? - 前面是這樣的 - 旁邊是這樣的 - 裏面是這樣的 - 嘩! - 挺工整 - 看到嗎? - 中骨線 - 後爭的中骨線 - 兩邊的人手車線 - 最後的尖端位 - 再說一句 - 完美主義者 - 密拍 - 完美主義者 - 因為我也是一個極之高要求 - 尖酸黑薄要求高的人 - 如果我看到 - 總是有些是不接受的 - 完美主義者 - 密拍 - OK? - 但我告訴你 - 絕對合格 - 兼超班 - 人手做的 - OK? - 好 - 接著是藍色 - 闊腳穿不穿得到? - 剛剛Randy說的 - 闊腳穿得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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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留意一件事 - 它會出現甚麼效果 - 現在我馬上展示給你看 - 這個是藍色 - 假設性的闊腳 - 現在看著鞋子 - 這個會闊了 - 行不行? - 我再說一次 - 這個就是闊腳出來的效果 - 行不行? - 會大約出來的樣子是這樣的 - 這個是闊腳出來的效果 - 行不行? - OK? - 好,接著之後 - 黑色 - 黑色漂亮 - 說真的 - 這隻黑色漂亮 - 因為黑色鞋子 - 像剛才那隻 - 拖鞋子 - 會單調一點 - 好像沒東西看 - 但如果黑色套裝的話 - 你再配上 - 這個可以設置一刀 - 之前如果你又買我的斜背袋 - 加購的那個 - 是不是V字紋的嗎? - 手機袋的那個 - 配襯了 - 這雙鞋子 - 看到了,好 - 當然天黑筆也看不到 - OK? - 最後一隻顏色的顏色 - 標準赤馬 - 標準赤馬 - 這個 - 銀色 - 那這個就再誇張一點 - 再型格一點 - OK? - 銀色 - 標準赤馬 - 標準赤馬 - 秋冬色 - 齊羽 - 全部用粉紅色陽尾 - 和超舒服的斜腳 - 不得了,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